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小壁虎老师 我的本名是蔡孟云 我目前是一个国小老师 我从事教职的工作已经20年了 我在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我都教过 目前我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阅读推动的老师 所以从学校推动阅读多年之后 累积经验写出这本书这样子吗 是的 老师跟我们讲一下你的章节顺序 这本书其实因为我有一个部落格 我有个小屁虎老师的部落格 我从2006年就开始写部落格 一开始就是写一些班级经营 然后教学的记录 然后后来慢慢的对阅读教学 还有写作教学语文教学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就开始记录了这些相关的教学记录 把它写下来这样 那这本书呢 我就是从我的部落格上面 将我的跟阅读有关系的一些精华 然后把它集结成书这样 那我这本书里面分成四个章节 然后首先第一个章节 我是希望传达一件事情 就是阅读是快乐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章节就是 我们希望孩子有一个阅读的习惯 所以阅读习惯有一些养成的方法 我们希望可以融入在他的生活里面 然后第三个章节就是阅读的方法 我们其实这几年来在推动阅读的时候 都会希望带给孩子一些阅读的方法 但是有时候阅读的方法太过沉重 孩子在写很多的学习单的时候 他们就会显得不太高兴这样 那我就想说把这些 要教给他们的阅读方法 把它隐形 利用一些活动 然后把这些方法隐形进去 让他们无痛就可以学会阅读方法这样 然后最后一章 就是阅读的进阶好方法 主要是大量阅读的方法 还有一些阅读写作之间的一些关系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比较进阶的一些活动这样 好我们从第一个章节开始聊 老师你个人在阅读上得到什么样的快乐 让你想要去推动 其实我从小就 因为我爸爸是老师 我爸爸也是国家老师 然后我爸爸的书柜里面就是 有很多他们那时候在看的书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在爸爸的书柜里面 一开始看的是什么 晚安故事之类的 然后到了国中 我就换到他的铁柜 他的铁柜就是以前有那种书柜是铁的 然后不透明的那种 把它推开以后我就发现 里面有那种卫阳歌啊 然后什么战地终生类似那一种的书 然后我就开始看那一些书 我成为老师以后 我对自己的教学专业也不是很有把握啦 所以我也是靠着阅读 学习很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这样 那我一直觉得当我在推动阅读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想尽办法去看很多的书 来学习各种各式各样的 想要改进教学的部分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 阅读应该是要属于自己想要去看的书 而不是说我们要规定孩子要看什么书 类似这样 所以我想我觉得阅读应该是要快乐的去进行 而不是被要求 被规定一定要看这些书的这样的感受 好那其实培养阅读是有一些方法 这个方法是可以透过老师或家长的带领 让小朋友增加阅读的乐趣 我们来到第二个章节 你个人运用的一些方法 包括从一个句子开始延伸 变一个文章 孩子在写阅读心得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他们以大人来说好了 如果我今天看了一本书 我就要写出一篇心得 那这个心得有时候会非常的困难 因为有时候看书就是看书 像看小说就是看小说 看故事就是看故事 为什么要有心得 有很多的家长或者是很多的其他的 就是我以前的学生 他们就会求救说 老师那个阅读心得到底怎么写 那我们现在的老师 就说要写阅读心得什么什么这样 好那我就想 那应该是有方法吧 我觉得任何的学习 应该都是有方法的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些书 我想说那阅读心得应该要怎么写 所以我就用了最简单的句子接写的方式 因为我们在低年级的句子教学里面 就是用句子接写的方式来发展的 有一个前半段的情境 后面接他的想法 这样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我就把一些 例如要写成心得的那一些 例如我们写心得的时候 可能要对这个主角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对这个情节发展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是这个事件 引起了我的什么样的看法之类的 我就把它弄成那个句子的方式 让他们去接下半段 这样孩子就比较容易 有那样的情境 例如说 有的句子是这样的 我很同意主角做的这件事情 因为是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是说 我觉得主角说的这句话 我很有感觉 因为我有曾经有类似的经验 是什么什么什么 引导孩子去写出他心中的想法 而不是说去写一个 希望老师可以给高分的那种 阅读心得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在用句子来引导 阅读心得写作的部分 好那你还有一篇讲到 全班共读一本书 然后造成阅读打卡 因为我们就是在推动阅读的时候 当一个导师 我们会希望孩子每天都有阅读的习惯 那如果说每天只是规定说 你会要看书看书看书 他们可能就觉得很无趣 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打卡的活动 那其实是因为我之前 有参加一个读书会 然后那个读书会 他就用一个小城市 要我们每一个人参加的人 每一天都要去打卡一次 然后要把那个阅读的重点 想法都打到那个小城市里面去 然后那个小城市 他每天就会 大概晚上七点 他就会登 然后就会提醒我们说 你还没打卡 已经有二十人完成打卡了 这样 所以就会有一个力量 逼我们去阅读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可以让小朋友来打卡一下 然后他们打的卡 就是真的小卡片 一张一张的纸片 这样 然后那打卡 他们就会在那个卡片上面 写上一些 他当时阅读的想法 很真实的 不是一些 有可能不是阅读心得 有可能是他在看书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念头 一个看法 都可以记录下来 这样 然后那因为那是我们 那个班级的第一次阅读 长篇的故事 所以我用这样的力量 帮助他们把那个故事看完 这样 对 那下一个章节 你提到你的一些隐形的方法 这个算是比较大家不熟悉的 如何应用策略来说故事 其实看图说故事 我们在国语文领域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重述故事重点 就是希望孩子 能够把故事的重点 把它说出来 它之后接的是中年级的能力 中年级的摘要的能力 所以它必须要会重述故事重点 那在看图说故事的时候 它就是更前面一点了 因为孩子 像低年级的孩子 他基本上是不认识字 或者是试字量不多 然后对 可能刚入学的时候 他连那个注音符号 都无法拼读 那他的注意力 就都会在图画书的图片上面 那我觉得图画书绘本呢 其实它有很多的细节都在图画里面 那所以一开始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看阅读的时候 都会从图画开始 所以就让孩子去看着图画说故事 看着图片说故事 那图片在绘本的书里面 其实它每一幅图片都可以串成故事的 然后从中他们会去发现里面图片的细节 所以从看图说故事开始阅读 是孩子最开始接触阅读的开端 我们提到的是阅读进阶的方法 有提到大量阅读 大量阅读说起来很容易 执行很难 没错 大量阅读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要考量的是 孩子的阅读的流畅度 还有孩子他的试字量的问题 那我们的流畅度 其实理论上 一般而言大概在二年级下学期 他会开始进入没读的阶段 就是要有没读 他才会速度才会提高 对 那如果二年级下学期的孩子 他还在慢慢读 一个字一个字拼读的话 那他的朗读就不流畅 那不流畅的话 他要大量阅读 就有一个很大的阶梯要跨过去 所以呢 在这个大量阅读的部分 我们就要下比较多的功夫 例如要提升他的试字量 然后还要让他的阅读流畅一点 好 那这里呢 我就会提供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可能就是要教孩子一些策略 因为呢 孩子在阅读的时候 他是逐字读 那逐字读他如果遇到那个字他不认识 他就会停顿 卡住 他就很想问爸爸 这什么字 这什么意思 这样 那所以我就会教孩子一个 一些方法 例如说 第一个你可以再读一次 就是把那个句子再读一次 然后或者你可以看看那个字的部首啦 如果你认识部首的话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看前面看后面 从前后文推论一下 然后如果都不能解决的话呢 就先跳过去 因为有时候他们在看故事的时候 他是连贯的理解 所以他只要 那个字跳过去 其实不会影响他的理解上的问题的话 就先暂时先跳过去 那通常孩子最不敢做的就是跳过去 在学科上都被教导一定要经读 每个字都要读 对 所以他们不太会这一个策略 那只要把这个方法教给他们 然后他们练习一个几次 那大部分的流畅度就会比较提升了 那大量的阅读了以后 他才有办法再继续累积下一个能力 好老师 最后把三个有帮你写专文推荐的 就为三位老师推荐的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位是陈丽云老师 那陈丽云老师其实是我的老师 大概十年前吧 我在台北教育大学上了他的作文师资培训班 那结缘了以后之后 我跟丽云老师就一直有一些 他就带领我做了很多语文教学上的真能 然后我也跟着他的成为一个团队 那我们一起在孟恩的系列的讲师 成为讲师群 那大概2015年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全台湾跑透透的去 做一些语文教学的一些专业的分享这样 对所以陈丽云老师对我而言 他就是我的一个恩师 他带领我在语文教学的部分 更进一步的增加自己的专业这样 第二位呢是林依晨老师 那林依晨老师 我在部落格时代就跟他在网路上认识了 所以他算是网友这样 那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写部落格的写手 那宇晨老师呢 就像朋友一样 那我这本书会积极努力的把它写出来 其实也是他在后面一直推我推我 他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些记录这样 对那宇晨老师在阅读推动的部分 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他走得很前面 因为他其实在阅读推广的部分是 已经超前了很多 对所以我是跟着他的脚步 在做阅读的部分互相学习 对那另外一个是叶慧真老师 那叶慧真老师呢 我们也是在FB上面认识的 我是从书先认识他的 因为叶慧真老师也出了两本书 那我阅读过后 然后再跟慧真老师有互动 然后他就非常有益气的说 帮我写一篇推荐序这样 对这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这样 好老师最后你这本书是写给现在的老师看的吗 我设定的是 其实他里面比较浅显易懂 所以我设定的是 设定的对象应该是新手老师可以轻易上手 对因为我们的新手老师他可能在阅读推动的部分 会比较困难或者是没有想法 或者是不知道方向 所以我希望这一本书可以给一些新手老师 他有一些方向可以进行 然后如果是有一些年资的老师 我希望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方法 也可以让比较资深的老师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做法这样 然后其实我里面还有一些是要给家长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阅读推动 如果只是放在学校的部分 老师会推得很辛苦 家里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有一些家庭的阅读观念放在里面 就是希望家长可以跟老师一起手牵手 带着孩子一起走这样 对班级的操作也可以把它变成家庭的操作 全家共读一本书 是啊是啊 对然后像每天聊天的时候也可以聊书啊 或者是说每天会有一个亲子的共读的时间 像像我在一年级的班上 我就会一年级因为刚入学 然后一定会跟家长说 每天十分钟就好了 全家一起看书 因为孩子大概小一的专注力大概十分钟 然后二年级再提升到二十分钟这样 那那个时间里面就是都把所有的3C产品都关掉 包括脸书 对然后大家一起看书 各自看自己的书 看自己喜欢的书 那这样其实都是点点滴滴啦 都是累积的 所以我有一部分是希望给家长一些家庭阅读的观念这样 好今天非常谢谢小壁虎老师 我们介绍阅读起步走 风范出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